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他没有一次给我讲清楚过 所以呢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些主题 我们到底想要研究一些什么 想要说明一些什么 当然我觉得这个词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它是讲经济就仨字组成嘛 经济是一个词前面贯彻一个新 当然在这个时候新的模式 但是不管模式如何变化 我觉得大家依然不要把它神秘化 模式如何的新 商业本质永远是不变的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公司脱离了商业的本质 去求所谓的模式 虽然昙花一现 但是最后摔得粉身碎骨 商业的本质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无非是四点 第一 就是你要有真正的好的产品 真正的好的服务 就是你提供的这个东西 真正是人们所需要的 市场所需要的 真正能为世界的美好 人民生活的更加美好 创造价值 第二条 你的成本是低的 你通过技术的不断的创新 通过互联网 通过各种互联网家 通过各种形态的加入 让你的成本降下来 让更多的人能够共享 是吧 这就叫包容性经济 第三 你的效率是高的 其他人 别的公司用两年干的事 你用半年就干出来了 那你就走在了前面 第四 也是今天这个媒体 做的一件事 就是传播 是快的是广的 只要这四件事 做到了其中核心 在于你的品质是好的 你就能够 创造出一个伟大的企业